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4年 9月4日 今天是星期三 繼續來到星期三的晚上 我們繼續和大家揭露最新的時事 今天也來到農曆年 是8月初二 今年繼續是甲晨年 這一節我們要揭露是中國大陸 電單車 是參與俄烏戰爭的 俄羅斯 就是大規模 向中國大陸 遞採購 這一款叫做黑炮電單車 這一節我們將會 跟大家詳細揭露 為甚麼明明是生產大國 的俄羅斯 仍然要向 中國大陸 購買大量產品 更加 中國大陸的產品根本 就是拿來在戰場上使用的 我們更加要揭露 為甚麼俄羅斯現在不能夠沒有中國 話說近日 俄軍的前線忽然之間採購了 一大堆電單車 看上去沒甚麼特別 以為 俄羅斯 產品 叫做 RASER 出售黑炮電單車 發售的黑炮電單車 營號.» 營號 spotlight 即是說是300cc 的電單車 價錢不算貴 大概 是15萬劳報 即是說接近人民幣是一萬多元 原本這款電單車 也是在前蘇聯 的加盟國家出售的 因為 俄羅斯 就像中華人民共和國差不多 但後來被發現這款叫做Vaser的黑炮電單車 根本不是真真正正在俄羅斯 是生產的 因為實際上這款 電單車是來自中國大陸的 俄羅斯只是把它 重新組合和包裝 實際上 這款電單車根本就是來自中國大陸的 其中一個原因 為甚麼俄羅斯的軍隊 要買這款電單車 就是因為俄羅斯 近日 採取了 新的戰術 而俄軍 參考了 其中一次 突擊烏克蘭陣地 的軍事行動 那次是成功的 而那次 使用的並不是飛機大炮 並不是坦克車 而是竟然 是大量的俄軍 坐著電單車 突擊 每兩個俄軍 坐著一架電單車 跟著進行突擊 高速地接近烏克蘭陣地 利用這個叫做電單車的高性能 成功迴避烏克蘭的炮火 據說那次 的案例 是俄羅斯獲勝的 能夠成功 佔領了烏克蘭的據點 所以俄羅斯 就是大規模 採購這款電單車 打算把 這款電單車用在實戰上 據說這個案例也是來自 2016年 敘利亞 政府軍 曾經 坐著電單車進行突擊 大家都可能會不明白 為甚麼坐電單車會有優勢呢 不是坐泰克車比較好嗎 首先 對方的重型炮火 專門針對重型的泰克車 即是烏克蘭的這一邊 慢慢沒有想到 竟然對方 忽然之間改為用電單車 對付 坦克車的武器 並不適合用來對付 電單車 因為 坦克車是貴價的產品 值得用強力的炮火 更加貴價的武器 攻擊坦克車 因為戰爭 拆除了 搶土地之外 最重要的是 要令到對方的成本越來越重 電單車 不僅是成本便宜 而且 運動性能 遠遠比 裝甲車和坦克車高出很多 即是要用 大型炮火 打中一架電單車 相當困難 而這一款電單車 更加是 我們叫做爬山電單車 香港叫做爬雞 即是 高性能的越野電單車 所以非常之適合 在 沒有道路 沒有公路的地方使用 適合翻山越嶺 據說英軍 的SAS 相當出名 其中也有一個部隊 是專門使用 各式各樣的交通工具 而爬山電單車 也是其中一種 不知大家有沒有 見過人玩爬山電單車 爬山電單車的性能相當好 尤其是適合複雜的地形 我們也見過不少影片 是這些爬山電單車 就算 警車 再加上警察 高性能的電單車 也很難追到這些車的 因為這些車 可以進入公園 橫街窄巷 還有斜坡 甚至乎是常替級的 所以 就算警察出動 大量警車 還有高性能 保馬電單車 客的警車都沒有辦法 那麼容易追到一架爬山電單車 所以這款電單車 是被用作在戰場上使用的 而且另一個主要原因 就是因為俄軍 是不需要保護士兵的安危的 反正 也是人海戰術 反正也是人海戰術 不如 把交通工具的成本降低 被人駕駛電單車 最好越便宜越好 而恰恰 是中國大陸生產的電單車 就是夠便宜 這就是成為了俄軍 為甚麼那麼喜歡 使用中國大陸產品的原因 就是 跟俄羅斯 對人命的態度一樣 不值錢 可以用多一點 這個電單車的成本 是遠遠低於 你帶大量的裝甲車 和坦克車 所以 俄羅斯的軍隊 正在大規模使用 這一個 是坦克車 又或者是重型裝甲車 可能造價貴到 200萬美金 就算是其中一款 T72 也可能要300多萬美金 所以非常昂貴 但是 同一筆錢 足足可以買到 幾百架電單車以上 甚至乎過千架 所以俄羅斯 和中國大陸仍然 很明顯是軍事上 的合作伙伴 中國大陸 就是對俄羅斯 繼續輸出 廉價 這些 根本是被用作 在戰場上的武器 他們只不過不是炮彈 實際上是徹底用來軍用的 這些全部都是證據 證明中國大陸 等於直接 支持俄羅斯開戰 甚至乎 直接提供軍需 這種戰術 徹底符合俄羅斯的原則 就是對士兵不用保護 不過 大家都可能會想 我以後用打仗 用電單車是否就可以解決呢 當然不是 因為 烏克蘭部署的 可能是無人機和重型炮火 但是如果 如果 明知道 你長期用電單車的話 其實很簡單 只要 佈置 大量 的機關槍 其實 電單車 毫無防備 就會相當害怕機關槍震 所以 我對俄羅斯的戰術 其實也不是太過體好的 只能夠用人海戰術 攻打某些據點 那些據點沒有機關槍震 才能夠用這種戰術 我們今節跟大家揭露到這裏 敬請各位 記得繼續做好支持六部曲 還有記得繼續運用免費模式支持我們 記得打開我們本台節目清單 欣賞播放 再播放 再加上手動點擊 我們今節跟大家暫時揭露到這裏 繼續節目之前 先要多謝Surfshark VPN支持本台 Surfshark VPN可以保護你的個人資料被盜取 避免被黑客盜用信用卡 上網可以體驗沒有廣告 沒有彈出視窗 沒有追蹤的網站 粉碎審查制度 可以幫助你繞過政府的審查 隱藏你的網上記錄 可以自由訪問新聞 娛樂和社交媒體 100個國家3200多個伺服器 可以看Netflix和Disney Plus不同國家的節目 不閒裝置 訂閱Surfshark可以一家人用 多少部手機電腦都可以共用一個帳戶 還未安裝VPN的朋友 記得快點安裝Surfshark VPN 多謝